于月节的时候 我们在耶路撒冷一间小阁楼里 同心合一地祷告 我们为悔改与谦卑而祷告 并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也寻求上帝的意象 能力和圣灵 当我们诚挚地同心祷告 我们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合一 突然间有强风的声音 充满了我们所坐着的房间 然后有火蛇降了下来 落在人的头上 在房间中的所有人都被圣灵充满 那时在月节 人们从不同的国家来到这儿敬拜 突然地听见 对方用自己的语言传讲福音 因此一天中就有三千人成为信徒 人们专心地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往 掰饼和祷告 每天他们都会在圣殿中聚会 在家中 他们也一起掰饼和用餐 每天得救的人数都不断地增加